疫病蔓延时 其实也是我们修行学佛的好时机 面对生命中的病苦和烦恼 我们需要借由佛陀的教诲深入觉察 进而从身心两方面对症下药 将病苦转为道用 透过病苦的旅程来达到新的转化 现在全球最紧张的就是这个疫情 那我们的古德我们先人 早就跟我们这个意告过 众生的供业你是逃不了的 但是他供业很奇妙 虽然普通时间给大家一般的供业 各地方都有灾难 小灾难 什么大灾难都有 但是今年的这个工业那不同 全世界死亡这么多人紧张的 大家一一一听到这个疫情 大家紧张的要命 我们站在英国 站在佛教的角度 我略略地细事一下 让大家了解 我们这样的一个供业 是一个威胁不良 威胁无良 就是不良 那为什么威胁无良 我们从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社会 我们看得到的 我们的村里也好 我们的一个团体也好 在这个团体里面 挂羊头卖果肉 这个讲很好听 为民服务 为自己的口袋服务 当医生的缺少的医德 当老师的缺少的那一份爱的教育 各方面都有他的爱情之马 所谓习惯成自然 从小就养成不好的习惯 这就是一种习气的养成 于是上梁不振 下梁歪 自然会招感不好的果报 十方新闻记者 赖约荣台北采访报道